《红梅》 我很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一边听歌 一边翻看社交网站上 人们写的各种人生感悟 感觉得到 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 仿佛一到了深夜 所有受伤的灵魂 就开始泣不成声 有人抱怨 最近生活不如意 很多事情 都是事与愿违 心泪不堪 有人感叹 还是学生时代的我们最好 无忧无虑 完全不用为了谋生 而一次次碰壁 有人谈及 工作上很多烦心事 回到家 依然不省心 内忧外患 糟糕透了 还有人表示 感觉未来 陷入了黑暗里 不知道一切 还会不会好起来 你要相信 一切 都会好起来的 其实 相信每个人 都曾有过一段 非常艰难的时光 或许是工作上的受挫 忍辱负重 工资微薄 囊重羞涩 或许是爱情里受伤 爱不到最想要爱的人 或许是追梦的路上 失去方向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又或许 想要的 都没得到 还没抓紧的 却已经失去 现在回想起 那些痛苦的岁月 仿佛只身 行走在黑暗里 非常冷 非常痛 非常困 还是要应称 你也不知道 你的坚持 可以换来什么 是一个充满 希望和温暖的出口 还是 继续被包裹在 这无止境的黑暗里 一个人的夜晚 会开始觉得委屈 同情自己 眼泪 打湿了枕头 而第二天 继续 孤军奋战者 这样的孤独 无奈 和崩溃 仿佛一把把利刃 让心血流不止 却也可以让我们 成长很多 那么多不免之夜 痛彻心扉的时刻 还有痛苦流涕的模样 都会帮助你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更加沉稳 更加强大 更加 无所畏惧 你要相信 一切 都会好起来的 那些 让我们头疼的事情 终有一天 变得不再重要 那些绝望的 愤慨的 惆怅的 惆怅的等待 也会给我们 想要的答案 你要为了 你爱的人 而坚强 为了爱你的人 而振作起来 如那句 很流行的话所说 如果你自己 不勇敢 谁替你坚强 人生 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当你走在 上坡路的时候 才会那么吃力 某一天 你一定会 达到山顶 服侍脚下 美景的时候 会知道 所有的付出 都是 值得的 原来 昨天 那么多的 黑暗和煎熬 为的是 这一秒 耀眼的绽放 那么 这一切 都 太值得了 好了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